你好 你好 欢迎 欢迎大家 一起研究章林期第一主日 我们开始章林期 是一个新的礼二年 我们开始甲年 甲月饼 然后回到甲那里 是马道年 去年我们读了奴教福音 今年一年那么久 都是马道福音 请你 请你留心 每个主日学习 你三年之内 你会真的说 你会大概大部分的圣经读完 最重要的圣经的部分 有机会学习 有些教员说 我不懂得看圣经 你用心每个主日 三年之内 全部圣经读完 好吗 那么我们开始章林期 章林期呢 想讲一点 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 是章林 将近 圣诞来 很近 几个礼拜 就圣诞到 圣诞到 圣诞到纪念 墨西亚 降生成人 然后呢 章林期 有另外一个 远一点 即是历史终结的日子 历史结束的时候呢 默西亚 耶稣基督 光荣中 在来 你会发觉到 章林期尼撒里面 那些读经呢 一定会讲 这两个主题 今天呢 第一个主日呢 是第二个 即远的 看世界末日 我们的历史的结局 现在我们呢 开始研究 章林期 第一个主日的 四篇读经 那个主题 我想讲 章林期呢 看这个未来 无论是 聖诞节 或者是 世界的结局 有一样东西 很强调 六观 积极 我觉得 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的教会 入了一个文化的时候呢 它最大的影响 就是这个 增加人对未来的希望 哪里有信仰 哪里有希望 我们看一下 开始 看这些四篇读经 读经一 是以撒里亚才说 以撒里亚说 表面来说呢 耶路撒冷是一个很软弱的城市 哪个强国都要欺负它 常常都输的 但是呢 耶路撒冷有一个力量 那个信仰使到它不单单自己生存 可以影响其他民族 都分享同一的信仰 他请所有的以色列的支牌 和所有的肯接受 这个邀请的民族 回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有机会 学习上主的法律 上主必指示我们 他的道路 教导我们 进行他的途径 因为法律将出自欺用 耶路撒冷的力量 是这个上主指示 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 以及呢 教导我们 是主的教导 不是人的教导 上主将统治民帮 治理众民 自使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座头 将自己的枪锚制成廉刀 你看到吗 伊撒伊亚对未来很有信心 要发展这个社会 不是要毁灭 所以那些武器要变成农业社会的工具 然后伊撒伊亚有一句说话 为我们今天的人很有价值 他说 人也不再学习战斗 原来呢 伊撒伊亚才说 战斗要学习 如果不学习 人也不会这样战斗 在一代教下一代 你看到吗 宗教是一个很特别的力量 宗教进了一个文化 即是可以变成这个文化的酵母 更能再影响文化 走向和平 甲仲榮就说 我喜欢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上主的居所 在那里可以学上主的道路 可以学和平的方法 到经意 我们对于将来 有信心 有希望 天主 不停和我们一起 走这个历史的道路 人啊 特别信徒 要学习如何认清每一个时期 上主的时期 上主的臨在 圣保禄这样说 你们该认清这个时期 现在已经是有睡梦中醒来的时神了 认清这个时期 这个时神 这个时代 圣保禄说 认清 默沙亚的时代 主耶稣基督 降生成人 在人当中 的人 不认清这个 这么特别的事发生 这个时代呢 是很突出 圣保禄说 为什么呢 这么小人 醒觉 觉察 那样也呢 任性 在等待 一所 和谐的家 他难和思雨 忽然了真的心 梦想 已退伤 脆弱是我的心 他张开双手 拥抱我到他怀念 现在看一下 马道福音 马道福音呢 有一点很特别的 他很喜欢 讲一件事在 旧约发生 然后呢 会讲 耶稣怎样 满全 应验 这件事 今天呢 这个福音 用这个 落厄的 洪水 这件事 和这个 醒觉 这个 觉察的关系 耶稣说 那时候 耶稣向悶图说 咒语 在落厄的时日怎样 人子的来临 也要怎样 因为 咒语在洪水以前的时日 人 朝上吃喝分架 直到落厄进入荒州的那一天 仍然没有觉察 即是人 继续做自己的事 不觉得发生很大件事 他都不理 直到看到洪水 这个洪水呢 但这个另外一个圣经问题 没有可能整个地球都有水 没有可能是一个讲法 整个世界都有灾祸 耶稣说 人子 即是人子 他耶稣 人子的来临 也必要这样 马道说 两个人工作中 一个醒觉 觉察得救 一个不觉察 失了生命 两个女人都是工作中 一样 一个 一个 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你们 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 在哪一天 你们的主人要来 马道说 你们千万不要学那些人 在洪水之前 都不理 等 诺阿 和家庭 那些畜生 入了方舟 才看到洪水的灾祸 耶稣的结论 就说 为此 你们应该准备 因为你们 了上不到的事神 人子就来了 我希望大家熟悉 这几个字 觉察 醒悟 时期 时机 时神 这些在将临期 用得多 今天我们要认清 我们的时期 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时神 我们的时机 因为主不停 内南在我们当中 教会称这个 认清 时代的征兆 是时代的征兆 每一个时代 一个征兆 那个洪水 是一个征兆 但是人民不觉的 不觉察 那么死亡毁灭 今天又是这样 如果我们不觉察 每天有一个征兆 要告诉你 醒悟 有些重要的事发生 你要准备 结论 将临期 这个时期 宣讲 一个信息 所有的人 今天 所有的教友 信徒 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犹太 我们相信 墨西亚已经来 我们预备 慶祝 祝祝 聖诞 但是 犹太人 他们不信耶稣 是墨西亚 但是他们 都是期待墨西亚 其实现在 我们 慶祝聖诞 但是 同时 都是期待 耶稣的光荣中的来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 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犹太 宗教的人士 都一起 期待 主的来临 就是这个看法 是比较积极的看法 不是分 哪个相信 哪个不相信 有些共同的东西 期待 以及 国策 时代的征兆 所以 我们呢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都要 醒觉 好像你在家里 你不醒觉 你回家 可以拆入了 因为你忘记了山门 看不到危险 我们很多次是这样的 因为 不醒觉 做些错事 醒觉 是人的 这么多动物当中 最突出的一点 国策 希望我们能够 在这个时期 预备圣诞节 以及 默想 默沙亚的 光荣中的在临 能够实习 学习 怎样看到 今日 这个时代 天主给我们的征兆 爱丁面养 我们创造新世界 新的时代 只要相信着它 让我们创造世界 燃点希望每一天 爱会温暖新一天 新的时代 爱延续着家庭 爱带来光芒 爱带领前往 爱给我们新一天 爱带来光芒 爱带领前往 爱给我们新一天 爱带来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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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带来光芒